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尼歐 一樣啦 養生週就帶大家來打一些有的沒的關卡 稍早有人提到說打妹妹 好啦 那我們就一樣回到以諾時代右上角飛龍 點進去找到妹妹之旅 最上面那個真理書庫 點進去 再點extra就可以了 一樣帶大家用最新科技Lilis來通關 龍科 我帶自己的武裝 那中間四隻齁 分別做什麼用 第一隻是石化用啦 主要石化用 第二隻點燃用 第三隻電擊用 第四隻消除附加用 所以如果你 都有我剛剛提到的那些技能 你要換其他卡片 對應技能的卡片 都可以齁 第一關這邊就先把中間打死 那左右會生氣 一樣齁 我們玩Lilis就是想到就給他抓一下角色珠 然後停在Lilis的直行 做一個減CD的動作 觸發隊伍技這樣子 第一關這邊兩回合收掉 因為中間是守殺 左右就是中間死掉會狂暴這樣子 第二關這邊8康 那這邊不用擔心齁 理論上你只要有轉到4康就好了啦 雖然如果就會變問號 但是轉個4康應該是 還好齁 你有沒有看到我轉個4就有加到8了 那這邊也直接帶走 而且就算沒轉到你被他追打 也只會受他第一下傷害 所以也沒事齁 就慢慢轉就好了 來接著這邊不能守銷到光珠 那一樣就是抓角色珠 可是我這邊角色珠忘了停在Lilis的直行了齁 一個太順就 忘了停了 好 這邊不要燒到光 這邊我們打兩回合之後 用Lilis2技把他炸死就可以了 就是那個職傷的部分啦 好 這邊一樣可以繼續抓角色珠 稍微停一下 不要燒到光就好了 其實燒到也不會怎麼樣啦 只是就是要花比較多回合齁 因為Lilis他這個擋死的功能真的是很好用啊 好 這隻是20%盾齁 很麻煩 很拖時間 所以我們這邊就直接用2技把他炸死 欸對阿 這邊龍魂模式可以不用先開啦 這個是直接開2技把他炸死就好 理論上2血再開龍魂模式會比較好 對阿 我帶的第二隻是也有冰凍的技能 所以你要在這邊再洗一回合 然後凍結他 打出完成傷害也ok 這邊都是可以的 只要不要燒到火珠就可以了 好 這邊就是稍微去把火珠區隔開來 對 你可以看到我也沒有燒到火喔 那個倍率沒有發揮到最大 但是傷害還是足夠A過去 所以沒事 來 接著第4關 第4關這邊的話 手消指令7 這邊一樣我們可以直接開2技 2技是無視固定連擊啦 左右剛好會被炸死 中間這邊你就隨便轉一下就好了 就無視他的固定連擊過去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接著第5關 第5關這邊的話8抗一樣啦 你轉個4就有了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阿 沒轉到 也沒差 就跟剛剛一樣的狀況 你被連擊也不會死去啦 你只要扛得住第一下傷害 後面都是 來送的 好 再來第6關 第6關這邊我們叫他浪費生命關 他手消6到10康啊 對 這邊就是你轉隊combo他就會自己自殘 一開始是6 最後是10這樣子 好 阿這一隊的轉珠秒數還蠻長的啦 所以要去轉到6 最多轉到10嘛 轉到10康應該也不會是問題才對齁 就慢慢把他轉到就好了 這邊好像也沒有什麼訣竅可以跟大家說啦 訣竅應該就是8康的話 8康是2組6顆黏在一起 剩下33切開 9康是1組6顆黏在一起 剩下33切開 大概就只有這個可以講 就每次遇到這種盾獎的話大概都是一樣的啦 反正就大家加油這樣子 好 這邊是8康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齁 2組6顆黏在一起 對 阿有沒有覺得轉珠秒數很長 這個好像那個吧 對面也有幫你加秒數的樣子吧 所以就去把他轉到就好 應該不至於到太困難才對齁 而且這邊因為他是每回合把你技能重置 然後龍脈也會重置 如果龍脈沒有重置 你還可以加減用那個演算排列喔 把你造個1、2康出來 但是現在不行齁 好啦 9康就是1組6顆黏在一起 阿最後10康就是全部切開了 哇 這邊理論上 10康也...也不會死啦 就...就...對阿 就慢慢把他打死就好了齁 慢慢把他轉死 只是說你轉不到他就是一直拖你時間 就這樣子而已齁 好啦 最後10康就是3、3 完全區隔開來 OK 好啦 二血齁 他是點燃盾加三屬盾線 這邊的話我們等一下就是把那個技能洗回來 喔對 好像是三屬強化線齁 要注意齁 三屬強化線 好啦 這邊等一下就慢慢把那個圖皮齁 點燃的洗回來 我跟你講這邊真的不要鐵齒啦 除非你轉完牆去開龍蝌啦 不然這邊不要鐵齒 對 你就是去點燃他 因為他是越戰越強齁 他如果更新 死掉的就是你了 好 阿我們要怎麼回血 因為我們現在是龍魂模式 所以要讓他銷到1組10顆齁 那要銷到1組10顆 靠這個天降非常容易 但是前提是 你版面也要消好一點啦 你不要掉下來10顆沒有黏在一起 那個就比較冤枉了齁 好 阿這邊的話就等那個圖皮跳起來就可以了 阿你這邊因為他是三屬線啦 所以你消光暗沒有辦法造成傷害的情況下 他也 血量不會越來越低 攻擊就也不會越來越高齁 所以這邊就安心喜忌 阿點燃我們就把他打開 然後接著就是把龍魂模式開下去 然後開演算排列把他轉成強化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不要去消到光暗珠就好了 版面上有6種珠子 不要消2種 應該是還算容易齁 好 這邊有小疊珠一下 好來 這邊傷害灌過去 沒問題 OK 接著第7關齁 對啊 其實就第6關 浪費生命 浪費時間 好來 這邊的話把你5回合攻擊歸零 我們就把萊羊內耳開下去 消掉他 那這樣子八康一樣齁 就是你有轉到4就可以了 這邊都還算容易 哇 利利絲不怕燒啦 所以沒差 好來 這邊帶走 來 第8關 第8關這邊的話是攻前盾 然後會把你的水珠負印 這邊其實也沒差 一樣 我們就只會受到第1下傷害 你看我故意去消水 可是打出來還是只有1下而已 好 接著水珠太多 你可以用龍魂模式把他炸掉 就不要去手消到水就可以了 好來 1血這邊也直接A過去 沒問題 再來2血我們就把電擊開下去 你電擊他的話射線就會消失了 你如果轉不到7你就用2技 莉莉絲的2技去無視固定連擊 這個是OK的齁 好 就稍微轉一下就好了 因為你有電擊就可以打出正常傷害了啦 好 結果還剛好又轉到7combo 可以無視啦 可以無視 是剛好 這邊真的是剛好 好 再來第9關 來第9關這邊風暴加8康齁 那也不用怕齁 側邊一直行而已 所以還好 好 一樣你有轉到4 理論上就有加到8了齁 好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OK 再來是王一齁 王一也是越戰越強 然後他是石化盾 對啦 我是不喜歡鐵石啦 所以我這邊也帶了石化齁 因為這個打一次要消耗10個碎片 你如果不小心死掉 除非你有20個啦 他會問你要不要復活 不然你如果打到10個碎片就來打的話 死掉 你要重新蒐集一次碎片 很累齁 尤其是妹妹這邊的碎片 不好蒐集啊 好啦 那我這邊就是石化他 然後去打出正常的傷害 OK 這邊一波帶走 來 二血會把你整版變火 然後弱化 然後這邊就直接把他炸掉 你就可以造成正常傷害了齁 不管你要還原還是炸掉都可以啦 我是建議炸掉 因為Lilys要削多種珠子一點嘛 好啦 以上就是Lilys通關這個妹妹 Extra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齁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撲